欢迎来一些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本月13号圆满落幕 玉里镇赤柯山 富里香六十淡山 以及瑞穗武贺台地的六位金牌奖茶农 精湛的制茶技术 制作出了茶品充满浓郁的花果香 还带有特殊的木枝香 那么县政府和瑞穗香农会三巨头 今天十足一道补贴红榜庆客 同时更是力邀大众 此时平民蜜香红茶正当时 现在补农业处长陈淑文 瑞穗香农会理事长魏清禾 总干事黄胜黄以及常务监事罗文藤 共同道府为这一次花莲 先蜜香红茶评鉴比赛中的 每一位金牌奖得主贴红榜请贺 吉林金牌赞赞赞赞 金工茶行金牌一级棒 民客茶园金牌常胜君赞 密乡达人嘉明最厉害 深想金牌赞赞赞赞 热色香五鹤茶区拿下一面金牌的分别是 明鹤茶园的吴美玉以及嘉明茶园高兆许 堪称是竞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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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还有他们不看薄 就是很努力地在教导 所以有这个成绩 可以得到这个成绩 算起来是蛮平稳的 最主要就是让客人能够喝到我们的好茶 用的是大叶乌龙的品种 所以做出来 它的滋味和香气都有特殊的地方 此外杰林茶园不仅是拿下三面金牌 第二代青龙谢伟祥 也首度以自己心职管理的茶来参赛 也有不错的成绩 他应该也会觉得 也一开始可能会吓一跳 因为我有跟他提过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跟他讲说 我会用自己的名字参赛 当然也觉得说 自己种了茶园 自己管理 再来就是说 比赛程度当然就是自行负责 今年度堪称蜜香红茶评件比赛 总共品评出了十三面的金牌 而青丰茶园则是一举拿下四面金牌 堪称是最大赢家 应该是说这几年大家的制茶技术都有进步 那其实以蜜香红茶来讲 最主要是小略参合去叮咬 叮咬后透过老师礼杯的师傅的技术 把茶该做的味道提升 那最后是靠烘焙的技术 让我们茶品蜜香红茶茶品能加分 那最重要的是还是希望消费者 消费市场能接受我们瑞瑟的蜜香红茶 瑞瑟香五合台地堪称蜜香红茶品的发源地 而这一次十三面金牌奖项中就拿下十面 瑞瑟香农会不仅是肯定茶农的表现 更是余有荣誉 我们今年的蜜香红茶比赛总共有272点 那破了有史以来的记录 那今年的这个品质部分 除了蜜香之外 我们的这个蜜香红茶还带了一点花香 那也带了一点这个木植香 那所以这个今年的这个风味是特别特别的特殊 那我们希望说喜欢我们瑞瑟蜜香红茶的这个消费者 在这个时候趁暑假的时候 可以来到我们瑞瑟来好好的品名一下 不仅瑞瑟五合茶区 代表县长许正位清零贴红榜清贺的县府 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 还有副里香六十淡山以及玉里赤柯山的茶农 也都不断精进制茶技术 这一次也有斩获 花莲县的蜜香红茶是县长很重视的一个茶产 那其实像每年年底的南港茶展 我们都会请对岁农会这边和农友一起来跟县政府到茶展那边去做一个推广行销 那像今年会有一些国外的洽商过来跟花莲县政府来洽谈 到时候我们会邀请我们相关的茶的业者农友一起来跟我们进行洽谈 我们希望花莲的蜜香红茶除了在全台之外也可以推广到国外去 2022年蜜香红茶凭借比赛金牌奖的得奖茶 也依序分别为金牌奖一万八千 银牌奖为一万六千 铜牌奖则为八千 优良茶则是美金四千元 价格相当亲民 而今年每一个得奖茶不仅有冬裕的花果香气 特别的是还带有特殊的木枝香气 茶汤侯韵甘醇相当迷人 县政府以及农会也大力推荐 邀请大众一起来品名好茶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导